艺术作品主观性很强 谁来评判好坏 是 是 是 我们在座的都是各自有自己的需求 是吧 谁做都不合适 但是我觉得呀 这件事呢 我倒有一个提议 说吧 曲曼的新片入围了这一届的 甘娜电影节 而甘娜的红毯呢 向来是时尚界的顶级战场 而作为唯一一部国产片入围的女主角 曲曼身上的珠宝宣传位 必然会成为国内各家珠宝商争夺的热点 你说的这个曲曼就是咱们东城的 那个形象代言人是吧 没错 但是他跟我们的代言合约 马上就要到期了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谁的作品能够拿下曲曼新的代言 谁就是总监 张董好提议 那就这样决定吧 谁拿下曲曼 谁就当设计部总监 林总 你觉得呢 我同意 你让我跟他批准 你怎么这么幽默啊 我跟你讲我来东城不是来受羞辱的 冷静 我还冷静 林毅你到底什么意思 是 如果你能多拿出一些有说服力的作品 让董事会看到你的实力 也不至于我老到董事会上去为你争取啊 不过现在事情很简单 只要你拿下曲曼 总监的职务就是你的 好 完美 那就让那个小丫头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国际水准 太好了 我今天找你来 不是代表我自己跟你聊天 我代表着谁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知道他是谁吗 当然 他的电影刚刚入围干纳 马上就要去走红毯了 没错 就是那块 被时尚界同仁们洒满鲜血的红毯 可是呢 他跟我们东城的合约 马上就要到期了 为了拿下这场红毯秀 董事会开会决定 有你和阿瑞娜打类 谁拿下曲曼 谁就是设计部总监 怎么 没信心了 你刚刚毕业 名望确实远不及阿瑞娜 但是我了解曲曼这个人 他特立独行 只要剧本好项目好 即便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 他都愿意接 同样的 只要你的设计好 能够打动他 相信你拿下曲曼这一单 应该没有问题的 董事长可是给我下了死命令 要我无条件支持你的工作 我想问一下 董事长为什么这么支持我 这还不简单吗 他在你身上看到了钱 钱 我 没错 你设计的灵溪套介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会为东城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 所以 你现在浑身上下 就是一棵摇钱树 怎么样 愿意接受挑战吗 好 我接受这次挑战 祝你好运 来 老顾 林总 问你个问题啊 东城的首席设计师 和设计部总监 你会选哪一个 什么意思啊 阿瑞呢是国际知名设计师 在海外很有影响力 即便他不做设计 只要是人在东城就足够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明白 人不是活在真空世界里的 有时候要想达到目的 需要无数次的妥协甚至倒退 徒有虚名毫无意义 林总 我想您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是怀揣着理想和信念来到东城的 我做设计的动力 不是来源于任何事情或者任何人 如果从总监在 那么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能胜任 设计部总监的职位 但是没有从总监的设计部 我不认为有哪个人比我更能胜任 好 记住你的信念和理想 到底能不能胜任 就看你的本事 谢谢你 谢谢你 新年回来了 新年回来了 咋的这是 我 我们都知道 这虽然这是一场硬仗 这你要有信心我们都支持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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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 你们怎么又都知道了 这外面的事我们不知道 东城的事那还不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对啊 新年啊 我可是听好几个群里的人说 你现在可是要和阿维纳 竞争设计部总监的职位了 对啊 新年 有点信心 你看你一进公司就PK掉了班晓琪 这阿维纳不就是一国际主宝设计师吗 你没问题的 我们都支持你 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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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我会加油的 散了散了散了 散了散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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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劳 老地方见 你的阿拉丁神光ken来了 如果一个人 成为自己鄙视的样子 那 那她就成熟了 鸡汤里头这么写的 林哲 真的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为了当上一个总结 我就要劈头散发地冲上去 跟人家撕得鲜血淋漓的 无论是之前和班雅琪的竞赛 还是现在和阿瑞娜的竞争 这都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我却没有退路 没有第二种选择 要是我不出战的话 我很可能就会直接 被踢到代业行列 我真的是太幼稚 我原本以为 只要做好自己的设计 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可是现在我才发现 没有哪个问题 不是靠抗争来解决 所以 有句话叫 不忘初心 你只要记得当时 你为什么学设计 为什么来东城 就没错啊 给你 干吗 还附赠鸡汤大全啊 这是曲曼的资料 马大姐把我拉进那几个群里 都在聊你跟阿瑞娜 拼曲曼这单的事啊 我呢 就顺便潜入了 她的几个粉丝群 结果发现 她粉丝的质量还挺高 对自己偶像里里歪歪的事啊 都门清 这里有她最近的行程 经纪公司详细的地址 她的个人喜好 还有她最近参加发布会 所佩戴的珠宝首饰照片 给你做个参考喽 你不要啊 弄中了啊 谢谢 别光说谢啊 给爷 乐一个呗 董事长 您找我 走吧 孟总监把我的想法跟你说了吧 谢谢董事长的信任 我一定会努力的 东城的设计部 一直以来都是一盘散沙 即使是当年创始人唐婉荣在的时候 也不是传说得那么神奇 你是东城设计部的一颗信心 我看准了你能够重振东城设计部 董事长过誉了 以我的能力还有资历 我还差得远呢 谦虚是美德 但是不要过分谦虚 人在职场行走 最重要的是把握机会 明白 对了 我今天晚上跟曲曼经纪人吃饭 你跟我一起去吧 怎么了 对不起 董事长 为什么对不起 我 我真的非常感谢 您对我的信任还有知遇之恩 但是这件事情 我希望我可以通过 我自己的能力去争取 哪怕是输了我也不会后悔 但是如果借用了您的影响力 即使赢了 我也是于心不安的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您答应了 我没有理由反对 谢谢董事长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去忙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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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一下高远 高先生 您有预约吗 没有 我是东城的设计师 我找高总来谈一些合作的事情 您是阿瑞娜小姐 我叫顾欣妍 那麻烦您稍等一下 我和高总通报一声 你这儿呢 高总 前台有一位顾欣妍小姐找您 没有预约 是东城的设计师 我在忙 让她去接待室等 好的 这样 您跟我去接待室稍等一会儿 好 请进 高总正在开会 你在这儿稍等一会儿 好 谢谢你 您好 您好 我是阿里娜 跟高总约过 阿伦娜小姐 您好 我跟高总通报一声 高总 阿伦娜小姐到了 快 请她来我办公室 好 来 麻烦你跟我这边请 好 高总 阿伦娜小姐到了 阿伦娜 阿伦娜 幸会 幸会 阿伦娜 高总 您好 来 快请坐 谢谢 冒昧打扰 没有耽误您工作吧 大设计师驾到 彭毕生辉 有工作也得往后推啊 您真是过奖了 我今天来是代表东城 给您贺喜了 贺喜之友 曼曼的电影可是今年 唯一入维嘎那的 国产电影啊 这还不值得恭喜吗 你有所不知啊 其实 曼曼对她的这次表演 并不是很满意 和那个导演 在表演观念上 有很多分歧 矛盾不小呢 那红毯总归 还是要走的对吧 不怕你说 最近我的电话 每天两个充电宝都不够 被打爆了 谁叫您家慢慢这么活呢 咱们开门见山吧 东城是奔着 曼曼红毯的 珠宝赞助来的吧 高总爽快 还有 慢慢地去约 跟你交个底 这事啊 我说了不算 还有高总 您决定不了的事啊 你可能不了解我们家曼曼的脾气 她的穿戴 甚至她要参与的项目 都必须要合她的心意 就因为这事 我们不知道吵了多少回 得罪了多少的赞助商 还有制片方 这点我自然知道 可是我更知道 高总您的口才天下无双 要不然今天取卖 也不会是她这个地位 外面的事都好打理 遇到我们家这祖宗 我也没车 高总 你可千万不要客气啊 那我们回头再约 好吗 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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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高远高总吧 顾行妍 你们认识 这位是东城的助理设计师 一天到晚只想着拿下曲卖的订单 好向上爬呢 高总 您自己小心哦 这位的毅力可是真的 真不信心 尔瑞娜 请 高总 不好意思耽误你五分钟的时间 就五分钟 三分钟也行 三分钟 我很期待咱们的合作 如果能够合作 也是我们的荣幸 再见 再见 高总 孟总监 孟总监 好久不见 看来你们今天 是吹响了冲锋号 铁了心要拿下我们呢 瞧你说的 你别忘了 我们可是友军啊 欣妍 你怎么在这儿啊 孟总监 你怎么来了 我说高总 你就这样接待 我们东城未来的 头牌设计师啊 这样真的好吗 阿瑞娜说 她是助理设计师 前阵子 在香港拿了HRN 优胜大奖的设计 就是她的 孟总监 我说高总 你不会就打算在这儿接待我吧 我刚倒了盒心茶 请孟总监品鉴 那 一起吧 请 董事长为了顾欣妍 还真是不遗余力 连她心爱大将的端出来了 我说高总 你不会就打算在这儿接待我吧 我刚倒了盒心茶 我论劝你 最好还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设计上 曲曼最讨厌的 就是像你这种通过高远游说她的赞助商们 生生力气吧 你管好你自己就好 我提醒你 别勾咬吕洞宾 品茶 谢谢 这么好的茶也给我喝 报挺天物了 你是贵客 当得起 对了 高总 给你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顾欣妍 我们董事长重点扶持的 设计师也是东晨的新兴 冉冉升起的新兴最得罪不起的 刚才有所代码 请见谅 哪里 哪里 高总 我自己不请自来 我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我猜 孟总监 也是为了嘎娜的事而来吧 也是 也不是 怎么讲 东晨确实希望可以和曼曼合作 有经验感 但我今天来呢 是带了一个新项目 代言 电影 电影 贵公司 可是珠宝公司啊 怎么 玩跨界啊 谁说珠宝公司不能投拍电影啊 国内 国外各种知名时尚品牌 投拍的传记片 时尚大片不在少数啊 比如像什么 穿着什么的女王 法国某位香水创始人的传记片 不都是由一些外行发起的吗 他们无非啊 也就是追加一些广告费而已 那 这是一个什么项目 详细说说 这还只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想法 我们呢 也是站在曼曼的角度 替她的新途做了一个前瞻 我知道 你一直呢 都想替曼曼开拓她的国际市场 那由东城来主头 把这个项目做起来 再聘请一些国内外一线的团队 甚至是和好莱坞知名导演合作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你也知道 现今中国的影视行业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说呢 也就是说 如果曼曼这次嘎那行 全套佩戴了东城的珠宝 你们就主头这个电影 不 确切地说 是佩戴她设计的珠宝 我去 我去 孟总监 是董事长让你来的吗 你以为头拍电影这么大的事情 我随便拍发脑门就敢自己承诺啊 我有一个想法 想请您转达给董事长 你说 我希望可以靠我自己的设计打动曲曼 而不是靠这种利益交换 欣妍 你别太天真了好不好 先把你的大学生思维 和你的设计师思维先丢在一边 你想想 明明靠交换可以取得双赢的事情 可你偏要拿一根木棍来撬动前景顶 既费了又不讨好 何必呢 可是据我所知 曲曼很讨厌这种商业置换 所以董事长的想法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凡 你分析得到还挺全面 行 我试试 谢谢孟总监 李卓妍这回可是下了血本的 动用了自己能动用的最好的关系 一副不拿下曲曼 事不罢休的样子 但我倒觉得 顾欣妍分析得不无道理 高远游说得越严重 这曲曼的心理反弹可能就会越大 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 没准还能出气之声 有道理 有 李竹然倒是经常夸我 但我在你这儿能够听到肯定 还真是稀奇 你是不是应该 好好谢谢我 你喝酒了是吧 别开车了 我让沈伯送你回去吧 干吗呀 又下逐客令啊 我就不相信你不明白我的心思 我就不相信你不明白我的心思 晓晓 你真的喝得不少 早点回去休息吧 顶博 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帮我送个人 曲曼 曲曼 你听我把话说完吗 我跟你说 东晨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他们完全有能力招揽 人是国内最好的团队 甚至还有好莱坞的主创加盟 并且他们又不会插手具体的制作 所以整个项目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吗 而我们得到这些条件只有一个 就是用那个女孩设计的珠宝 我们付出的这么少 却有如此丰厚的回报 你为什么就这么排斥呢 我是说不通啊 终于说实话了 东晨给了你什么条件 让你来游说我 游说 你别忘了 我是你经纪人 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你怎么搞得我跟外人一样 你终于说实话了 利益共同体对吧 你别跟我咬这些字眼好不好 我明天上午还要去他们公司 谈这件事 你给我出去 我拜你所赐 我明天四点就要出通告 我现在护肤还没做完呢 我这不是为了给你增加曝光图 你给我出去 好 好 我给你休息 我给你休息 各位 昨天我已经跟曲曼的经纪人见面了 我们也聊得十分投机 曲曼将在五月中旬前往嘎那 开启他个人的嘎那红毯手袖 那他所有的饰品 包括戒指 手链 项链 耳环等等 都将由我来设计 到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 暂停手上的一些工作 先来协助我 因为这个对你们来说 也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真大事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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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不好意思啊 我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您刚刚说的这些 是都确定了吗 合约签了吗 还是说 只是个愿景啊 这已经是十那九闻的事情 不然我也不会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可是我听说 董事长支持的是顾欣言 中国的职场上面 有一个非常不成文的规定 我非常厌恶 那就是靠关系吃饭 可是在我这里 在林总那里 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做设计靠的是实力 这样才对我们设计师 算是公平的嘛 来 新疆来了 大家早上好 那么就请大家 在体力跟心理上面 先帮我调整一下 我期待跟大家合作愉快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创造出 非常精彩的项目 让那些没有实力 仅仅只会靠关系的人 看看什么叫真正好的胜利 好了 大家回到工作岗位上吧 一大早就在这儿拉帮结派耀武扬威的 一大早就在这儿拉帮结派耀武扬威的 也不知道这些话说给谁听 行言 你有什么事就说话啊 我和小青都在呢 就是 如果这种就叫做国际知名设计师的话 那这也太不高级了吧 就是 出错 闭康 小青 谢谢你们 但是我们不要管那么多 我们就只管 弄好自己的设计就好了 信言 董事长找你 孟总监 你不是说董事长找我吗 上车吧 他在高尔夫球场呢 好 漂亮 晴妍 你来试一下 董事长 不好意思 我不会打高尔夫 没事 我教你 万事都有第一次 去试试吧 来吧 去吧 来 看懂了 来 来 放松 用腰法理 力量太大 方向不对 谢谢 我是想着说打得远一点才能离终点近一点 方向比力量更重要 方向不对 打得越远反而偏离终点越远 输得越快 你说对不对 您说得没错 打高尔夫的目的不是战胜对手 而是要战胜自己 不要被一时的困难给吓唬住了 其实做事的技巧在精湛 事情的成败 还是在于真正地了解自己 要看透人 发挥自己的长处 抓住对方的弱点 好 好 你了解曲曼的弱点 你应该用你的长处 去抓住曲曼的弱点 这样你才有可能成功 不要盲目地去揣测她的喜好 林总 我又不是刚刚才进设计圈的新人 我合作过的明星 比曲曼大牌的何止一个啊 她的审美跟喜好 就由我自己断定 那你就放心吧 这个是我昨天赶出来的预算报表 打样需要多长时间 两天就够了 好 后天我约上高远 你跟我一起去 带上你的样品 好的 晓晓 董事长 你接触过曲曼 你来分析一下 咱们这个个性十足的代言人 她十七岁出道 好 摸爬滚乱了几年 还是不温不火 成名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不过她倒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艺人 不是那种凶大无脑的 对于艺术呢 也是比较有情趣 除了喜欢唱歌 拍戏之外 还喜欢收藏油画 心气高得很 当然 这个成名之后 这种高傲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 也是更加地有主见 更加固执 有粉纹说曲曼跟高原有地下情 到时候有这么个说法 晓妍 你继续打球 打高尔夫的要诀在于抑制 你要调用你全身的肌肉 发力才能稳健 更关键的是 要找准用力的点 集中力两极打他 在曲曼这件事情上也是这样 所以 你不要着急 我会全力帮助你 谢谢董事长 打吧 董事长 今天早上 阿瑞纳在设计库声称 已经拿下了曲曼 曲张声势 阿瑞纳手中 拥有着众多国际广告的资源 曲曼的经纪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毕竟曲曼今后是要往国际发展的 我相信我们开出的筹码 不输给灵异 而且在设计上 只会更胜一筹 好球 怎么剩这几个了 这个季度五分小钻用得比较少 所以存货只有这些 不对呀 月初的时候 林总批了小钻的采购了 怎么能剩这几颗呀 那我不清楚 我们护方没有收到货 不信你来查一下 出入库记录吧 不是 你这个是在故意叼纳我们吧 你们设计部能不能别总这样 一没活就说我叼纳你 我叼纳你干嘛 行了 行了 这情况呢 我和林总反馈了 文总监呢 休假 林总 现在这个状况你必须要了解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跟曲曼的签约 那可不是我的责任了 陈波 你到市场上去采购一些碎钻回来 我这就去办 动作要快 我急着用呢 老大 我查过了 这是您这月初批的小型钻的进货单 五分钻 共批了五十万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颗 还有六颗 什么 怎么就剩六颗了 什么 怎么就剩六颗了 其他的呢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通知蓝初风 让他给我解释这件事 不是 那个蓝初风他请假了 怎么回事啊 他去医院了 他儿子得了疑心癌 对 这是曲曼以往参加国内外各大电影集的一些红弹照 你看看 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 曲曼的品味很不错啊 他佩戴的珠宝首饰大多都是出自国际大师之手 你看 这个项链的挂坠用的是蛋白石 蛋白石的寓意是见证着人生的幸福还有美满 也预示着浪漫邂逅和怦然心动 这个挂坠的造型是很不错的 好像在吐露着心底的愿望 这个系列有很多种款式 每一款选用的宝石也都是不一样的 会选用蛋白石的人呢 说明了这个人 他是非常地多情 小鸟依人 同时也表示这个人内心很脆弱 缺乏安全感 厉害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投其所好了 谢谢孟总监 真的 这些资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地有帮助 好啦 别孟总监孟总监地叫了 你可以叫我萧萧姐 奇怪啊 怎么了 你看这几张照片 这些照片是曲曼近期的照的吗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他的造型风格很多样化 好像是在尝试不同的路线啊 他要进军国际市场嘛 所以尝试一些不同的路线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萧萧姐 你这个挂饰很别致啊 你应该很爱那个送你这个项链的人吧 来 来 生日快乐 谢谢大叔 今天这个生日 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 打开看看 还有礼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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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更好地为你工作 大叔 老家帮我戴上吧 好 这个挂式虽然很小 但是它在你心里的分量应该很重 怎么 你现在是打算给我算命啊 我不会算命的 只是 豹子 他是捕猎高手 他代表了行动敏捷 又能明哲保身 我想这大概就是 送你项链那个人对你的期望吧 而你深知他的期许 所以一直戴在身上 因为一个女人很少会佩戴 这样寓意的项链 除非那个送你项链的人 对你来说很重要 你真是厉害 谢谢萧小姐 您的这些资料真的对我太有用了 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工作了 加油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项目 有点问题 我看看 有点症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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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溢 我在你心里 就真的只是帮你办事的暴走 你还没有放弃啊 还没开始作战为什么要放弃啊 有一句说法叫不战而败 你没听过吗 我可以带给曲曼的 除了设计和饰品 能够让他在嘎那的红毯上面大放异彩之外 我还可以给他国际珠宝代言 让他在受到国际影人的关注之前 就受到国际广告商的青睐 这一些 你能给他吗 的确不能 但是我能给他的你也给不了 你还真是挺幼稚的 你干嘛非要用鸡蛋碰石头呢 碰得过石头的鸡蛋 才是好鸡蛋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那个 卵亮亮住在哪个病房 稍等我帮你查一下 哪会儿 在特付302病房 这边走 好嘞 谢谢啊 发现得太晚了